工厂用压缩空气是由空压机压缩空气闪称,存储到这两个压缩空气储罐。 现场用气设备的管线连接到储罐上,空气被压缩会把其中的水分压出来,这些水分是对用气设备有害的。 空压机自带的冷干机会拖出大部分的水,但这还不够。 空气储罐里的水依然存在,所以必须定期排出。 然而,人来人工排水不但浪费人力,而且排水平次也不固定,造成落排少排的情况。 我们改造后,增加了电子排水器。 安装在储罐原有的手动排水阀上。 设置好排水持续时间和每次排水间隔时间后,它就能够自动定时排水。 而不需要人工干预。 该装置大概由导管、控制阀、电源及半热部分组成。 导管是由镀心管、弯头、变径等构成。 控制阀由定时器、电磁线圈及截止阀组成。 电源为220伏式电供电。 电源及定时控制器供电,同时也给电半热供电。 电半热带贴管辐射完成后,再做上一遍保温。 这就可以工作了。 最后,时间设置通过两个旋钮来调整。 其长短根据当地气候及季节来定。 在改造前,我们这里的储罐是有水的,按操作规程是需要每单排水一次。 排水时,工人需要趴在地上伸手去操作。 不但不方便,还有水汽喷到脸上的风险。 因为是人工操作,所以操作频次不固定。 时间较长时可能造成空气含水量过高。 这时,我们生产线上的气动阀门、气动隔膜泵等设备就会不能工作甚至损坏。 尤其在北方的冬季,管线会因为存水而结冰堵塞。 新增这种排水装置后,以上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 当然,如果是南方工厂,则不需要加半热保温装置。 如果为了方便维修更换,则可以在电子阀前加一个手动阀。